那让我们掌声欢迎来换成 今天的分享主要是从T-Rank到T-Rank 我们做的开源项目的建模 我会分享一些我们如何去看看 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在去年 做的一个中国开源年度报告时 我们要去对开源项目的评估 我们分析哪些项目是好的项目 哪些项目是不好的项目 或者说这个项目有哪些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Gering 而今年我们会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分析 只不过我们今年决定我们把这些工具 再升级一下 因为去年的工具其实有很多问题 我跟你们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分享 首先是一个做介绍 然后会去介绍Gering 以及它的模型思路 最后会介绍Gering 以及Gering的模型思路 最后呢是我说 如何我们去做好一个这样的开源项目 首先的 第一个是我的一个介绍 然后比较简单 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先想一个问题 OK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才是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但是可能很多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很容易地去定义 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可能有人说A.S.T.R.G.O. 或者说Fox Cloud 这可能都是 不过我们想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看 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样的项目 是我们所不喜欢的 什么是坏的开源项目 OK 那么坏的开源项目 比如说 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只是重复造蚊子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 也并没有改变整个开源界 它只是在不停地造蚊子 那可能对我们来说 它算不上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对吧 我没有办法说它很好 OK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说 发布以后从未公亲 那么因为其实这个我们昨天 我们在聊一些东西 因为我是来自大陆的嘛 那么大陆我们的一些讲师在聊 说阿里巴巴其实他们有一个项目 现在在阿里巴巴基基金会的 复发器里面 大概叫Double Double 然后呢 这个项目呢 在发布 刚开始 它这个项目发完以后 因为是KPI式的开源 就是说公司说 OK 你们的工程师需要去做开源 所以他们把一项目开源了 然后就没有人再更新 那个项目好几年没有更新 直到最近这两年 突然火了起来 然后呢 就开始更新 那我们都会觉得说 OK 一个项目它发布以后 它一直没有更新 那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因为我们知道 软件工程领域 似乎没有什么东西 说它是完全没有bug 或者说它是完美的 它总是会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需要更新的点 那么如果说 一个项目发布以后 再也没有更新 那么我们会觉得说 那它是不是哪里有一些问题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说 只有代码没有文道 因为其实 我看过很多看项目 因为去年在做项目的分析 然后看了很多项目 那么会发现 其实即使是大公司 他们也会出现很多项目 特别是那种基础库的项目 只有扣的 没有Document 特别是一些基础库 还有像一些需要扣的项目 你会发现 它如果只给你扣的 没有 我们说文档 那可能对于你的使用者来说 你完全不知道 你应该做什么 还有说提问没有人回复 也找不到我们的问题 呃 我们再去使用一个扣的时候 文档 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 可能一个 一个扣他的文档 写得很好 很完善 但是 每个人的环境 毕竟不一样 即使有了Docker 我们现在 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用Docker 那么我们一定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会需要说 OK 网上有没有谁 可以让我来去问他一下 相关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社区里 虽然你有项目 但是 没有任何人去给你回复 这个问题 那可能对于这个项目 或者说我们觉得这个项目 它太不好 不好用了 我问的问题都没有人回复 或者说我去网上 我去过网上去搜 我搜不到任何的答案 那你要让我怎么去使用这个项目呢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说 OK 我们看说 这个问题 可能也是一个坏的项目 的特征 当然坏的项目呢 可能很多 每个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 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相信 这四条 可能是说 至少我觉得这四条 大家都不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 有太大的问题 这四条我们可以说 或是我们不能说 它是坏的 但我们知道 它一定不是好的 它不会是一个好的摊项目 当然那么我们基于 这样的一个 四个结论呢 我们就可以推出 好的开训项目的一些问题 对吧 首先一个好的开训项目 最核心最基础的就是说 OK 它能够解决用户的问题 你做了一个开训项目 然后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那这个项目的意义到底存在呢 它如果能够解决用户问题 哪怕它只剩一个人 那么它至少对于一个人 是创造了价值的 这一条我刚才说的 我们不要去重复造文字 因为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没有问题了 你去解决相同的问题 没有意义 你就去解决新的问题 哪怕这个问题 只是你自己的 也OK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持续更新 这个持续更新 不是说 OK 你可能说 你每天都去更新 这也不现实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有休息的时候 但是应该说 你这个项目 没有进入到坟墓当中 它还是会定期去更新的 可能比如说 我们做一巴克费 我们做依赖更新等等的一些事情 它还在更新 它不是一个死的项目 不是一个静态的项目 OK 那它呢 持续更新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好的一个点 以及使用方便 因为其实 我们去看开源项目 核心的原因是说 我们有诉求 说OK 那我可能想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 所以我才会说 我要去看一个开源项目 但是使用的时候 一个好的文档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 使用这个开源项目 如果没有文档呢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去看它的单元测试 如果这哥们还不爱写单元测试 那简直完蛋 根本不知道这个项目怎么用 我其实在开源项目 见到 在费号上 看到非常多类似的项目 它就算开源了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用 它也没有单身测试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是看的时候 它一切放出来了一段代码 它好像是开源了 但是开源项目 并没有人的意义 所以说我觉得说 OK 我们的文档 是一个有必要的一个东西 很多问题都是重复的 写在FVQ里面就足够了 所以这些呢 是我们基于前面 我们看到的四个坏的特征以后 我们得到的四个好的特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的 我们如何去量化别的特征 因为分析项目呢 不可能说 OK 我把开源项目全部看一遍 因为其实 因为我做的是大陆的公司的 这个开源项目分析嘛 他们会开源非常多的项目 我如果每个都看一遍 那我可能做一次分析 我半年时间就过去了 这不限制 所以肯定说 OK 我要去量化这些项目 我需要把这些项目 用工具的语言来描述出来 从而呢 让工具帮助我 辅助我去判断说 这个项目到底是好还是坏 那么接下来是基础里的一个介绍 那么基础里的目前呢 已经 这是因为是去年开发的 所以呢 它已经在 贝塔网里找得到 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 当然 这个项目呢 去年开发的也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 今年我们做了一把新的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看 但是仅仅参考 也可以逃 但是 如果有兴趣 我还建议大家可以 后面 我们再说 我们这个今年的贝特兰 有个EAP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那么在贝特兰 的时候 你会得到这样的两档图表 比如说现在这张图表呢 是分析不同的项目的 这个社区化程度 像分别是跟这个 蚂蚁金库的N-Design 然后阿里巴巴巴的Punch 阿里巴巴巴的Ice 然后 阿里巴巴巴的Element 以及 阿里巴巴巴的Punch 你会发现 他们的项目呢 在前期 他们的社区化程度 非常的低 因为这是一个反正 就是说 企业人员 在整个项目的 维护者的群体当中 它到底价值多少 你会发现 他们的前期的价值都这样高 接近百分之百 然后呢 后期 像Ice 做得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它企业的这个 维护者的这个比例 是不单单下降 下降 然后除了这个 社区化分析以外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 活跃度分析 就是一个项目 它的这个活跃情况 在过去的时间里 它的这个不同时间 它的这个项目的活跃度 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 基本上当中 去年所做的两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何量化好的课程 核心呢 我们在去年去量化了两个点 一个是一个好的项目 需要持续更新 以及它有一个好的设计机制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持续更新的量化 我们涉及到一个数据的问题 就是说 你要去做分析 那么前提是你有数据 因为这个项目呢 我们希望说 我们能够拿来一些公开的数据 核心原因是 我们希望说 这个数据不是一个黑核 就是说只有我有 你们没有 那么我们希望说 OK 我们的数据 所有人都会获得 你把我的工具拿走了 你可以自己跑一遍 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呢 我们选择了是 Github的GraphQL的MPI 然后来去做我们数据的获取 然后呢 就是在数据层面呢 我们就看到说 其实Github的数据有很多 有commit有pr有ashr有fog等等 那么相比之下 我们会选择说 在去年我们选择了 commit request和committer 因为这三个数据最容易作假 就是说不同类型的项目 在commit 在commit 和committer的增长 方面其实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在数据分析上 很多时候我们有点趋势 这个其实有个很震撼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明白 就是说 一个前端项目的迭代速度 和一个做 底层的C++的一个项目 它们的迭代速度 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一个前端项目 我可能编译一遍 对吧 两分钟 对吧 现在我们用web 我编译两分钟 好 我就可以发一个新版本了 C++可能打开原意 好 我还是喝茶了 两个小时回来以后 编译好了 我可以测一下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迭代 就其实很长的 所以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去 直接对比这个值的核心原因 就在于说 不同的项目 它们的这个 变化的这个量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于前端项目 可能我一天可以发 30多个版本 但是C++项目 编译四两小时 你一天24小时不休息 也不过就是发12个版本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最后就是说 我们去取的是 数据的一个趋势 而没有取它的一个值 首先是值取更新 我们如何去对比 不同项目的活跃度 不同项目的活跃度上 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要屏蔽的人差异 从而呢 来去获得一个 相对交易准确的值 因此呢 我们说 这个项目 你不需要和其他人比 你要和你自己比 这就是呢 我们在大陆说 其实也没必要那么焦虑 你不要和其他人比 你要和你自己比 你和你自己的昨天 比如说你有没有进步 其实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这个项目 你要和你自己比 你要去看说 你这个项目和昨天相比 你是否能带活跃 和前天相比 是能带活跃 所有项目当中最高的 因为它是前端项目 然后固定的在更新 蚂蚁进步 可能整个一个部门 就在多长短段 它可能就很高 但是同样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Punch 那Punch它作为一个 在容器闻的网络领域的 一个底层的项目 那它没办法 它不可能迭代那么快 所以你会发现 它们的分数有很大差距 反正你在同类型之间 可能比 还有一点意思 所以说 后来我们说 干脆大家呢 不要比这个 你和自己比 你要去看你这个项目 是在怎么样的 一个活跃的度 然后是如何去平均 或者说平衡你的 Commetor Pr以及Commetor 因为其实我们说 我们刚刚用到的数据 是三个数据 分别是你的Commet数据 Pr数据 以及你的Commetor数据 是因为我们认为 这三个数据 不太容易做假 你想要有这三个数据 你必须在项目里 实导实的有贡献 但是这三个数据呢 其实它们的增长量 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是一个Commetor Commetor 我进行一个项目 Commetor能加1 但是我的Commetor 会加100 我的Pr呢 可能只能加10 这就会导致 你的这个项目呢 其实它是 这个Pr 这三个值 其实它们不是 以相同的速率在增长 比如它们的变化 就是说 我们说它的数据叫 如果我们说速度的话 也距离等于 距离等于 速度乘以时间 就算大家的时间是一致的 但是因为速度不一致 大家之后的距离不一样 所以我们最后是说 我们去做了一个三维空间模型 然后呢 来去取它的变化率 但是就是说 我们把Commetor 以及Commetor 以及Cruly Pass 三个值 分别作为XYZ的三个轴 来去各建这样一条 在三维空间的一个曲线 然后去取这个曲线的变化率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是为什么我们去取这个长度呢 因为你取长度 你是没有办法屏蔽掉 我一天可以提100个Commetor 对吧 我的Commetor 是依然可能很大 所以我们取的时候 你这个折线 这个率 它的变化率 这样的话 你可以去屏蔽掉说 这些比较最直接的数据 当然这里呢 有个坑 就是1比1比1 这个我们后续再说 以及工作日上班 因为其实开源项目 它的这个更新频率 是有一些特征的 比如说 如果是 像 如果是一个官方领导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 就我们说 安德迪萨 它是阿里巴巴 蚂蚁金服的这个 用户体验部在做这个事情 那对于它来说 可能 周一到周五 它的这个项目的 这个Commet次数会非常的高 然后到了周末 因为大家要休息 所以好 这两天就没有Commet了 但是相反 对于一些个人领导的项目 比如说 OK 我自己做了一个项目 那我可能周一到周五 每天可能就是 做个bug fix 但是周末我有空吗 我就蹭蹭蹭蹭 开始一直在做Commet 你会发现 这些项目 会有这样的问题 公司领导的 周一到周五好活跃 周末就没人干活了 但是个人领导的 你周一到周五 没人干活 然后周末就 开始疯狂的去提交 所以最后我们觉得说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 这些周期性的波动 都作为你的统计结果的话 你会发现 你的整个结果太乱了 因为它一直在做周期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不决定说 OK 我们以周围单位来做收集恐惧 我们把你的所有的 这种周期波动 放在一个单位内部 这样的话 无论你是一个企业项目也好 是一个困人项目也好 从周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看的是一个整体的值 我只看你在这一周内 具体的一个活跃情况 然后最后呢 我们在做了 N多项目的分析以后 我们总结出来了一个 生命周期 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样的 首先呢 是一个开心项目的初创期 在初创期 然后推广期 推广期以后会有爆发期 爆发期完了以后 你会进入到慢慢的一个地域 然后呢在低谷之后 你会重新有一个增长 但这个增长以后 就变成一个相对 更加稳定的一个进度 那么对于这几个周期 我们当时给说解释 是这个样子的 在初创期呢 它是你一个项目的 刚刚起步的阶段 因为呢 你的项目 并没有获得别人的认可 所以关注女人并不多 你的项目呢 也没有一个很好 或者说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随着你的不断地去发展 你的项目完成了一个 初期的开发 你发了一个relase以后 你可能说 OK那我可以开始 去推广我的项目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项目呢 会慢慢开始 有人去关注 开始去做 直到可能不知道 某一天 你发现 我的项目 怎么会对着这么多人采用 可能是说某个大神 或者说某一个人 写一天教程 告诉大家 你这个玩意很好用 然后你会发现 你的start也好 或者同期数据 你会发现 你的数据增长得非常快 因为被大量的人采用 你的数据 非常增长 不管是Azure 也好 PLA 也好 他们会大量的增长 增长完成以后呢 你会不免的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你竞争者来了 别人发现 OK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痛点 那他们可能也去做 类似的事情 当然可能是 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解法 那如果他还做了 更多的问题 他说 OK 你这个虽然解决问题 但是你的语法太多心 或者说你的某个地方 太多心 我做一个更简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技术就出现 会导致你的技术 出现了被冲击 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 如果在这 有前段的话 可能你会说 OK 过去呢 我用GQ Relay器 对吧 然后呢 随着前段的不同发展 现在我们要 VIO React 直接把GQ Relay器 打到无底 但是到现在其实 GQ Relay呢 说实话 他的这个反弹呢 很弱 只是在一些 很老的项目上 或者说是一些 老的程序员 他们还在继续 G Relay器 现在可能 新一代的大家都 直接利用 当然它会有 反弹 它会从低谷 稍微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 能够多大 就取决这个项目 本身的能力了 如果你项目的确 很好 很优秀 可能你还能 反弹在一个 比较高的值 但如果你 没有那么优秀 可能你就反弹 最后以后 会稳定在一个 稳定期 在稳定期的话 就是可以说 其实是 很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在这个阶段呢 凡是能够 稳定下来的 这些人 他们不会再走了 因为他们去 体验过新的技术 他们知道 新的技术是什么样 他们也知道 新的技术解决了 什么问题 但当他们 重新回到 你的技术的时候 他们就很难 再去 他们很难 再离开这里 是因为说 OK我知道 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以及 其他人能解决什么问题 再有新的技术出来 他可能就不一定 因为对于他来说 迁移其实也是成分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 做完了 某项目的分析以后 我们都出一个结果 就是说 你做一个项目 如果你把你自己 增长很快 那你还在这个阶段 如果发现你衰退了 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的项目 真的做得还可以 你的衰退呢 会跌 可会停止 你还会有 再起来的机会 至于能 能起来多高 就看你的项目 到底会比较低了 如果你项目 做得真的很好 你的这个款式 你会非常非常的能力 OK 然后呢 接下来是Githering 因为我刚才提到过说 Githering在去年做的时候 一个是因为时间仓处 另外一个是 其实去年 我们在很多问题上 对你没有想得太清楚 比如说数据源啊 还有说你这个分析的模型啊 等等的很多事情 我们去年其实没有想清楚 所以今年呢 我们要做了一新的版本 包括呢 我们考虑了一下 我们决定说 不去用Python再做了 我们可能考虑说 OK 我们去用Gelscript来做 核心的一个点在于说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去加入这个项目当中 而不是说 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做 因为这个项目呢 其实它是一个分析 那么分析其实需要更多的维度 因为我做一个开发者 我可能去帮助我所关注的 但是其实可能大家有 各自的关注点 所以我们会说 我们用一个更加流行的语言 来去做这个东西 那么Gelscript呢 它就会去做了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引入了更多的分析维度 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 活跃度也好 社区化也好 这两个值呢 有用 但是呢 其实还有些其他的维度 可能也会更有用 其次是说 我们会去进行一些动态的分析 那么这个动态分析 其实是解决的是 之前我曾经提到过说 那个1比1比1的问题 其实因为那个1比1比1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 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这样的比例 但是这个比例呢 也是有问题的 就在于说 比如说作为我作为committer 我的committer是1 但我的committer可能是100 然后呢 我的pr可能是10 在这种情况下 你1比1比1 它一定最后的结果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就是你的这个committer会不会放大 因为大家比重都一样 但是committer会更容易 所以你的比重会被放大 所以在今年呢 我们会把这个模型的这个比例 变成一个更加动态的一个结果 以及引入更多的数据来去分析 那么去年呢 我们比较谨慎 只选择了三种数据 作为我们的数据员 今年呢 我们加入了一些其他 不那么容易被刷 但是也的确更有 就是能够去辅助我们做分析的价格 当然这些数据 我们的核心数据应该是那三种 但是我们会引入其他的一些辅助数据来帮助我们去做分析 并显然还加了一些新的比较有意思的特性 比如说提供一些优化的建议 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报告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开业报告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数据 那么从报告的角度考虑说 OK那这个工具 你分析出一个分是合适的 但是这个工具 不应该只能帮我们去出一个分 它如果能在出分的同时 把为什么你被扣的分 能够输出出来 其实是对于项目来说更好的 因为OK 你知道了你为什么被扣分 那也就是说你至少知道了 你哪里没有做得足够好 你可以去优化 可以让你的项目变得更好 这个是我们今年其实是着重会去做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工具不仅仅是评估 我们希望它除了我们作为一个报告的撰写方 我们去评估以外 你的这个开发者 你可以自己去用这个工具去评估你自己的项目 然后来看一看 就是我们认为的这种最佳实践中 你是否还差了一些什么东西 以及文档检查 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说到过 说一个好的看项目 我们需要一些文档 但实际上呢 因为文档各方面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 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只写了一个readme 加了一个license 但实际上可能很多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货途的问题 比如说缺一个contributing 缺一个code of conduct 或者缺一个assure template 等等这个工具 其实这些不是一些很紧要的因素 但也确实 他们能够帮助你的项目去更好地运转 比如说uncial template 有了这样一个tamblater呢 在你去开发一个开议项目时 你去获取用户的反馈 会更加的方便 用户会在提交给你反馈的时候 他会把你想要的一些信息告诉给你 这样对于你来说 这个方便很多 那么新的维度是项目的社区规模 因为像我前面讲到说 我们的一个好的社区的话 我们需要这些人来去帮助我们去维护 说OK我开发一个项目 可能我今天我要睡觉去了 然后呢社区可能需要有个人来帮我去回答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会引入两个新的维度 分别是Google search results 和stack or cloud的数据 来去判断说 你这样的一个技术 是否有足够的社区 因为我们现在假定说 我给大家有问题 大家都会去Google runsell 或者说大家写博客 写的博客都会被Google所收入 然后你有问题呢 你也会习惯到stack or cloudflow上面去提论 然后后续我们可能也会引入一些其他的社区 但是目前来说 还是暂时还是只做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毕竟还是最权威 那么有了这些数据以后 我们就会去判断 说OK你这个社区是否是活跃 你比如说我用intitle去搜索 说我去搜索 we.js 好结果是多少条 那我可能去搜另外一个项目 它的结果没有这个多 那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会优先选择 结果多的这个项目 因为如果出现问题 对吧 我可以去找到足够的答案 去辅助我 那么这对很多人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 我去写框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Google的一个结果对我 是很重要的 以及Stack or Flux 我们要去读取特定的标签 因为其实Stack or Flux 它会有标签点的机制 我们尝试说 从刚刚尝试过说 用title来做 但是title会有一个问题 来说 很多时候这个问题 你们会发现它最后问题 不是你所问的 比如说我问了一个Vue.js的问题 可能到最后发现 这个问题并不是Vue.js 而是说 可能是ES6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某一个规范的问题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了说 Google的结果 我们取的是intitle 因为你比如说 我可能写一个后登的文章 我可能用到了Vue.js 我可能也顺手提一嘴 说我用到Vue.js 那如果我没有加入intitle 那可能它就会说 OK 它把我刚刚那天后登文章 也是收入进去 但这个其实是我不想要的 因为它对我来说 并没有帮助 我要的时候 最有强相关的这个问题 包括Stack or Flux 我们去读下面的一些特定标签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在Stack or Flux 如果你去读Tag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Count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在特定结果下 有个问题数 比如说这个结果是3模式的 它在Stack or Flux 它大概是说 强相关的是64,059数据 也就是说 OK 这个社区有6万多个问题 对我来说可能说 我去写一个项目 6万多个问题 我全看一面 估计常见的科目 我也都踩完了 Google的搜索的话 也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的数据 比如说搜索3模式 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会有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呢 就会成为在社区规模当中的一个判断 付出参考值 当然因为社区规模呢 它不是一个 这样的说 我们所谓的零和的这样的一个国益 它其实是我们可能最后给出的结果是说 我会告诉你说 在社区中 它的一个得分是多少 但我不会告诉你说 它到底好与坏 因为好与坏 需要你自己判断 我准备告诉你说 它的社区规模有多大 你自己来判断说 这个设计规模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然后是动态分析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说到 1比1这个模型呢 1比1比1这个模型其实有问题的 因为 1比1太简单了 对吧 它几乎没有办法我们去让它去模拟 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你就算拿1比1比1去模拟一个人 这也不太对啊 我的参观都也不是1比1比1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会去说 在新的版本呢 我们会去允许你在分析时候 去传入这个特定的比例 传入这个特定的比例以后 你可以分据你的需要来去进行分析 当然这个比例呢 我们会定期发布一个推荐比例 来帮助开发这个分析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 你随便填一个比例 可能你得到的结果就天差万别 因为这个比例很重要 就像我在前面讲到的时候 这个比例是辅助去建立这个三维模型的 如果你就比例乱搞 那你分开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电器发布推荐比例 这涉及了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其实会有一些异常数据的出现 你比如说 某天 我们举个例子 我在写JavaScript 某一天JavaScript的TG大神 他就推荐了我的一个项目 那可能OK 我的项目一天就多了非常多的star 那么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就是说 它的确是有一些人给你带了流量 那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就不屏蔽了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说 有人在刷数据 那么我们可能会去动态的调整这个比例 来去确保这个数据 不会偏离某一个正常值 因为你的一个项目的发展 它应该是一个线性的 而不是跳跃性的 除非是说有一些很特殊事件 比如说 你写Java的 然后呢 Java的开发者 Java的语言的开发者 来给你点个赞 说你这个项目牛逼 那这种情况也的确存在 当然这种话就是说 这个比例的变更是由人来判断的 由人来去确定说 这个事情到底是 有些人在刷分数 还是说 的确说 这个项目的确很好 有一个业界的顶级大牛 给它直接带流量 对于带流量 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可以不需要变结果 我们就保留就OK了 那么最后就是 我们说 我们引入了很多 这个数据来做服务分析 因为去年呢 我们的核心数据呢 是三个 是Commit数量 Commit数量 以及我们的PR的数量 这三个是我们当时讲的原因是 它不太好刷 你如果想要这三个数据 你必须得设计动线 你供用线这三个数据你得不到 但是STAR啊什么呢 是 只要想要 STAR啊 FORC这些东西 我们也见到的确说 有人花钱去买这个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数据是不可信的 那我们说 OK 这些数据不可信 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信的数据呢 我们发言 的确有一些 比如说 我们的PR是需要经过一个review 的一般来说 大家会去review 那么你这个第一次review的时长 这个是有影响的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有两个项目 它们的效果是类似的 但是呢 我跟它们同时提review 一个项目 两天后回复 一个很正常的时间 但是一个项目呢 一个月也做才回复 那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会觉得 后面这个开发者 他可能经理已经 不在这个项目上 即使说不是他 或者说是任何一个人 这个项目里面的 Tountry Builder 任何一个人去给我做review 他们的review越快 那么对于我来说 那就意味着 他们对于这个项目的 关注度依然是足够的 我一旦有任何问题 我是可以找他们求助 或者说 至少找他们的求助 不会说 OK 我提了求助 一个月以后再搭理我 那我可能整个项目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话 是我们认为说 这个数据呢 是有意义的 它是可以用来做分析的 也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获奖的 以及Astron的回复时间 当然这个的话 也要去 去一问题 就是今些年呢 其实会出现很多Astron报情 那可能也要去评论的报情 那我们其实 Astron它和我们刚才说的 PR的第一次review的时间 其实是一个理念 就在于说 官方的开发组 是否还真正在意人家 如果他们还在意 那么我提的Astron 主要是正常的Astron 那它都会去回复 因为我们可能就像 我们说大家有Astron 你把该提供的信息提供了 那官方可能 他们会回复你 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不会很快 不会说我们像 我们用烂聊天 你发过去的地方就看得到 它可能也是一个异步的 但是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如果它太长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不可接受的 你发个Astron过去了 然后半个月过去了 它会回你了 你可能早就换东西了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说 OK 那这个数据可能也是一个 有价值的数据 也会作为我们 辅助分析 这个项目 到底是否还活跃 它是否还值得我们去用的 一个很关键的点 以及PR的merge时间 那merge时间 是大于说 因为比如说像 我们现在处在的翻译组 我们是有这样的流程 我提了PR以后 会需要有三个人进行review 有三个人uprope以后 才会有merge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 它有个PR的merge时间 当然这个呢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主要是因为说 如果你把前面的两个做好了 merge其实是一个很快的事情 它更多是做一个 辅助参考的 就是说我们觉得说 这个时间是一个合信的数据 而不会像Star也好 Fork也好 它是一个可以刷出来的数据 OK 然后呢 是我们今年可能会一个 做的一个比较合信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去提供优化的建议 因为这样我刚才说的 我作为一个报告的这个出品人 我可能会说 OK 我只要这个具体的项目的分析 那但是 对于很多的个人开发者来说 我用你这个工具 我不要分数 分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要你告诉我说 我如何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 我哪里做得不好 请你告诉我 就是说今年我们会说 在返回结果时 会给你一些类似的建议 我会告诉你说 OK 那么你可能需要在你的项目 去补充哪些东西 或者说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模式化的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暂时也只能做到说 可能去check一些文件的是否存在 比如说让我去做代码质量分析 这个确实有点重 可能更适合一些商业公司来做 我们暂时可能还是做不到那么好的 后续可能说 我们可能说 我们会借助一些开源的组件 来去做代码质量分析也好 包括是我们说这个 Column Style的分析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 以及文档的检查 这样我刚才提到的时候 我们说好的文档会帮助 用户更好去使用你的软件 但是就像我也说的 我在Gameware看过非常多的项目 他们有的项目 真的是只有一个Redmi 甚至Redmi就是那种模板生成的 就比如说你去用NPM 你去Instart 你去那个Init的一个项目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默认的模板 那个对我们说来帮助不大 因为好的Redmi 能够帮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 然后包括这些东西 该有的会去做一些 检查 你的项目是否有License 是否有Cold-off Conduct 是否有Contributor的说明 是否有Redmi 包括甚至说 你是否有ExcelTamblator 是否有PR的Tamblator 那么这些东西 对于你一个项目的程序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它们可能很小 但是它们并且花年工作 那么其实核心内容呢 大概就这么多 最后呢大概是一个回顾 我们去从前面的内容呢 我们去回顾说 OK我们如何做好一个开启项目 那么以下是几个点 最核心的也是最直接的问题 做开启项目 你一定要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重复到轮子 因为轮子太多了 你各种各样的轮子 无论是哪一门员 它都会有很多轮子 你需要关注用户 最核心的问题 它的问题在哪 你要去解决它的问题 以及呢 去持续地为你这个项目 去投入 因为你是这个项目的 父亲母亲 如果你对他都不投入的话 其他人很难去投入 特别是你的项目 没有取得一定成功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去找到一些 不疯的 很难去找到一些 contributor的 前期必须你自己来去做 你自己把它给 从比如岁 养到12岁 养到18岁 养到他成人 他可以自己长大 文档呢 这些周边 需要你去花这些心思来做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 程序员呢 不喜欢写文档 不喜欢去写文章 不喜欢去做 你的项目的promoter 但是说句实话 如果你想让你的项目 去 发展好 想让你的这个项目 就像我们说 像一个孩子一样 能做 平稳的长大 这些东西 是你必须要做的 就算你不擅长 咬的牙也要去做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你不做 没有人能够去做 我会为一个良好的社区呢 就是说 大家在做的时候 要去学着 去找人 来和你一起干 因为人力有失权 你一个人不可能 弃成24%的带线 对吧 你需要一些人帮你 而且现在呢 也不是过去那种说 OK 我一个人可以解决 所有问题的时代了 现在的各种 公益化手段 会让我们需要 的确我们需要 很多人来去做这些事情 因此呢 你需要去找你的伙伴 你需要找一个产品经理 或许你们并没有 很直接的过程关系 但是你可能说 OK 我们关系很好 你偶尔来去给我帮一个忙 他会帮你去帮你 把你的项目 推想得更好 无论你是一个基础库也好 还是一个实体的项目 他都会帮你想得更明白 你到底要做什么 到底不要做什么 OK 刚才我提到 要不说Gitterink 今年的发布呢 是有一个EAP阶段的 我们在EAP阶段呢 是说因为今年的变动 比较大 我们可能会先在内部 就是我们会拉 大概50个以内的 这样一些开发者 我们会对大家进行评论 然后呢 会去拿这些结果 去跟开发者去沟通 让你去看说 OK 我们这个项目 在分析方面 做到有哪些不好 如果你对这个项目 有兴趣呢 你可以在Petagram里面 去搜Gitterink 我们建有一个群 那么大家可以在群里面 去体验这个项目 然后呢 对自己的项目进行分析 那么如果你不想体验 只是想进行看说 去聊一聊说 怎么做开源项目 也欢迎大家加入群里 我们后续可以去聊很多 和开源项目相关的东西 OK OK 我基本的核心内容呢 就这么多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这不是发问的奖品 OK 提问的咱们有奖品 给大家看来的带衣 这边有太原色的带衣 汪宝袋 汪宝袋 这边有T恤衫 水件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提问 如果没有人问 我就冲数一下 OK 我第二个 你刚刚提了很多的指标 对 那我不知道说 你有没有做数量的分析 就是说这些指标 跟最后 比较这样 如果这个project好 还是不好 或是他们之间的观念性 有多强 这个指标的话 是说我们在 我在一开始 可能一开始 你们有听到就是说 我们先去定义说 什么样的项目 才能算好 因为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 真的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在说一个好的看见项目 最核心的第一个点是说 你要去解决用户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说句实话 这不是机器能解决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问题 我们只能够选择其中 可以做量化的 我们说 我们不能说保证这个项目 一定是最好的项目 但我至少说 OK 它在于 或者说我们说 这个维护者 他至少是真的很用心的 在做这个项目 他没有说OK 我去玩一玩就好了 因为我 就像我说的 第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程序能解决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场景 可能我们面临同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阅历不同 我们的经历不同 导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案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OK 我选择能够去量化的 尽可能量化 对于不可能量化的 我会告诉你 在你给出的所有的选择当中 谁是最用心的 剩下的问题 你可以自己去判断 或者说你可以去和开发者交流 比如说你选择 最用心的那个人 去问他说 OK 你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如果你不可以 我再可以找别人 因为的确说实话 解决问题这个事呢 不是说我做一个程序 就能够很好分析的 我有两个 你要给奖品吗 OK 不用说 你要继续还是让这个袋子 有个小的可以给 可以不用想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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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袋子 可以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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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让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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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两个 我可以让两个奖品吗 两个问题 我应该可以说 GitGrant 有没有考虑在做 还是已经在做 就是有关 已经在做了 不是 Diversity 就是多元化 比如说你可不可以从 贡献者的这个 就是如香 还是什么 可以看出它是同一家公司的 是同一个国家地区的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去年的 社区化分析的版本当中 已经做了 这个是在去年的版本 已经有了 因为我们在做社区化分析的时候 我们需要区分 这个人是企业开发者 还是个人开发者 同一个企业 所以我们会 我们在项目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设定一个 blacklist 比如说我们分析 阿里巴巴的时候 我们会把 alibaba-inc.com 作为我们的blacklist 如果它是这个 那么就把它标记为说 它是企业开发者 但是我们的确在分析中 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大家在 GitHub上的网页上去进行 commit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commit信息当中的 邮箱 不是你自己的邮箱 它的最后的ID是 github.com的 所以我们在去年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这一类的ID 直接删掉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们去判断说 你一个github的ID的这个人 到底是说是个人开发者 还是企业开发者 我们为了避免它去分 干扰我们的分析结果 我们只能先把这些数据 先都杀掉 我们只能说提倡大家 对于说除了 merge这样的操作以外 大家尽量在本地提交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查到你的数据 当然这个东西也只是说 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能够屏蔽掉一个东西 所以除了公司之外 你没有做地区的问题吗 地区我们暂时没有做 核心原因是在说 github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 填地区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标 因为你比如说 你去填那个location 你是可以填国家 你可以填城市 你可以填村镇 你可以填任何一个地区 在邮箱的后缀 但是邮箱的后缀的话 比如说 gw啦 nk啦 那种的比较少 大家都在用 比如说 google atgmail athotmail 这是我们在去年分析 这种是没有办法去分析 它的这个location 好 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考虑将来做 比如说我这个项目呢 跟某一个类似的项目 中间的bench park 就是说 我可能一个主生项目 我会有一个 跟一个类似的项目 你可以说 我根本不会项目来比一下 然后 这变成我的一个标杆 或者说 我一个争取的目标 这个呢 不会在Gatorink里面去做 但是我们会在 在Gatorink里面的一些中篇项目 因为其实我们今年和去年的分析 是有区别的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把分析的模块 和可视化的模块 放在一起 今年我们是把两个模块分开了 数据分析就是数据分析 可视化会有另外的部分来做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一部分 我们也会在另外的部分 去把这一部分做起来 因为我们既然做了这个工具 我们肯定会说 利用它去做更好的更多的事情 来帮助大家 能够去选择一个更好的项目 我们不能说我们选择更合适项目 我只能说 我帮你选一个更用心的项目 至少它的开发者更用心 现在还有人有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会去看回应的速度 处理的速度 但其实越大的砖案 会pending的问题 许会越多 越小的砖案 pending的会比较少 因为处理人的负载程度的问题 那你会让这些东西的数据 去更精准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 如果以一个很大的项目 它却只有一个人维护 那反而你可能真的要考虑 这个项目你到底是否真的采用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 比如说我记得 Python有一个项目叫web.py 还是哪个项目 就是它的创始人在美国去世了 然后项目就没有办法维护了 因为其实我很害怕这种项目 就是说 如果你挂掉了 然后你这个项目就死掉了 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 如果一个项目真的说 它已经是非常大的项目 竟然只有一个人在维护 我觉得你真的有可能要去 因为这个原因而去选择 一个人更多的项目 因为其实人更多项目不仅仅是说 这个项目可维护性更强 还是还包括说 如果你的企业用到这个项目 你需要一些商业方面的spot 你是可以找得到人的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在维护这个项目 如果这个人又很将说 OK 我就是不愿意为你商业公司服务 你用到了 你用出坑了 你去想说 我给钱给你帮我做维护 不好意思 我不要 我不干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说 如果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项目 它没有人去维护 只有一两个人在维护的时候 你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项目是否真的敢去用 因为没有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我的答案 我们这一场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白幻成 然后就是大家鼓个招